大家好,我是小颖 分享老公月收15斤的秘诀 坚持一个月,啤酒度都不见了,太适用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老公月收15斤的秘诀 老公久坐办公室,经常不运动 吃那种典型的肥肠大脑,有很大的啤酒度 肥胖对身体造成了很多危害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苦恼 今天这个方法,不妨收藏起来 首先,准备30克赤小豆 赤小豆是这种细长的红豆 并不是那种椭圆形的红豆 大家要注意区分 赤小豆有很好的去湿、消水种的作用 赤小豆有沥水消肿、解毒排浓、无血养血、养胃健脾的功效 对于水肿胀满、脚气浮重、湿热黄板、臃肿疮毒、气血亏虚、肠胃不适等病症 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一、赤小豆亦有沥水消肿的功效 可以治疗因水肿内停引起的水肿胀满、脚气浮重、湿热黄板等 二、赤小豆能解毒排浓 可用于治疗榨塞、乳庸、肠庸、肝毒、卵疮等病症 三、赤小豆含铁丰富、有补血养血作用 对于油机体内血亏血虚引起的症状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同时、赤小豆属蛊物 通过补充水股围经 具有养胃健脾的功效 可以缓解阴肠胃消化不好 引起的食欲不振、脚心反酸等症状 再准备三十克义米 义米的功效与作用是 沥水肾湿、健脾止蟹、除臂、排浓、解毒散结 可以用于治疗水肿、脚气浮肿、小便不利、脾须蟹 湿、湿壁钩、肺庸、肥油等症 义米也称为义人 是临床上常见的中药材 主要可以用于以下疾病的治疗 一、水肿 脾气浮肿、小便不利 义人既能力水消肿 又能健脾补中 适用于水肿腹长、小便不利 水肿喘疾、脾气浮肿等症 二、脾须蟹蟹 由善致脾须失肾导致的蟹蟹 三、湿壁钩 用于治疗湿壁导致的筋脉静磷 及疼痛等症状 四、肺庸、肠庸 义人可以清肺肠之热 排浓消庸 五、瑞油 义人可以解毒散结 需要注意的是 孕妇应慎用义人 生义人在临床应用时 用于水肿 因其力失作用弱 疑于轻症 有适用于脚气水肿 小便不利 长腰、肺腰、风湿必痛 经脉卵疾 以及温病邪在气氛等 炒义人和夫炒义人 性扁平和 各者功效相似 长于健脾止线 只是炒义人顺势作用较长 夫炒义人 健脾作用略胜 制品多长用于脾须 有失的线线 义米 被称为世界核本和植物之王 义米是这种小的 发青灰色的义人米 义米可以去施健脾 准备10克芙苓 芙苓是一种中药材 芙苓的功效和作用 有利水肾施、健脾、宁心安生 增强免疫力、抗癌等 一、利水肾施 芙苓未甘淡 甘能腹症 淡能肾血驱邪 药性平和 利水而造土 不伤正气 是中药中 驱失利水良品 二、健脾 芙苓入皮筋 甘而补皮 皮洗造物失 芙苓立水驱失 芙苓 坚有驱邪 更增健脾之效 可与大生、白竹、黄旗等重要配物 增强健脾功效 三、宁心安生 福灵归心、皮、肾经 可以用于治疗缓解心皮两须 心肾不焦等因素 引起的失眠健忘 心记心慌 皮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脾健则血生化充足 血足则能如氧心身 心火需下降 肾水需上升 升降之能在于脾胃 脾胃健则升降正常 心肾自然相交 四、增强免疫力 福灵含有β、福灵聚糖等多种物质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五、抗癌 福灵含有天然的抗癌化学成分 其中包括福灵聚糖、福灵酸等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物质亚硝酸胺的生成 从而预防癌症 加入清水 把食材清洗干净 赤小豆、薏米、福灵 按照3比3比1的比例就可以 这些也是非常经典的去湿三件壳 清洗干净之后 用滤网过滤出来 然后尽量把水分控得干一些 接着 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平底锅中 全程开小火 不停地翻炒 因为食材都比较干燥 所以全程需要用小火 而且需要不停地搅拌 千万不要把它炒糊了 炒至15分钟 赤小豆的颜色逐渐地变黑了 薏米也呈现出一种黄色 这样就说明炒好了 炒好之后关火 让它彻底的晾凉 接着 把晾凉的食材倒入研磨器中 一次的量不需要太多 大约是研磨器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接着 再把食材碾成粉末 越碎越好 时间可以长一些 这样口感上会更加的细腻 大约30分钟就可以了 接着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 把一米红豆腐鳞粉倒入容器中 可以看出来 这个粉末非常的细腻 而且非常的干燥 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吃的时候直接取上两勺 如果是把它当早餐的话 可以多吃上几勺 然后用刚烧开的开水 把它冲泡一下 冲泡好了之后 直接加上一个鸡蛋 就是一顿早餐 并且一餐的量 可以顶饱四个小时 红豆一米福林粉 可以去湿 消水种 坚持一段时间 大肚腩就慢慢的消失了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有效 喜欢的朋友 不妨给老公准备起来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